文昊让你们关在哪儿了 还是南满监狱吗 没有 他跑了 什么 昨晚送他去府顺 半夜叫他伤了我们好几个人 给他逃脱了 想不到吧 他 他能从宪兵队的车上逃脱 宪兵队和驻逢厅日军团 搜捕了他整整一天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盒子 S2 事关我蓝钻工程的生死存亡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找到他 可是 他还会出现吗 你现在还是他的妻子 只要把星河扣在我们手里 他一定会找上门来的 星河已经哭了好几次 说要回去见奶奶 我明天就得把他送回吴家 你和吴家人的关系还要恢复 从他们的口中 我们或许可以得知吴文浩的下落 还有 互来的老婆春子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他应该会来找我 他儿子的药 快吃光了 师主的心思我劣之一二 来 我跟你熏蒸伤腿吧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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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烧也回来了 奶奶 小烧也回来了 奶奶 星河 奶奶 星河 来 快 让奶奶看看 叫奶奶 奶奶 想坏了你了 王伯 进屋坐吧 不了 夫人 星河想你了 红浩 看你了 是吗 在去釜顺的路上逃脱了 他现在不在日本人手里 阿牧 忽来太太 十七小少爷 是你们 县兵队说你杀了辉田 他们找到我 问你到哪儿去了 说下了通缉令了 还告诉这里 所有认识你的人 发现你隐瞒不报 就和你同罪 来 坐 阿牧 我和史吉一路逃到了本溪 谁也不留我 别怕 我不会告发你 孤儿刮母的 刮母 阿牧 阿牧 我先生他 后来先生的事 你不知道 我这次回来 就是来打听他的消息的 后来军他 死了 被宪兵队枪毙了 他们不让我在你家干活了 就把我赶出来了 妈 妈妈 妈 我怎么了 妈妈 你想想 过来太太 过来太太 你醒醒 过来太太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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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小声点 别让人家听见了 小声点 应该是 老子 又是 一大 你是不是 你怎么会 你怎么能 干死 你怎么回来 你不就 没有 今天跟他们交了手 但是没有抓住他们的人 他们也在找乌文昊 那乌文昊 应该还在那片山林之中 慈心寺 他一定是在这里 吕传 你连夜上山 再设两处暗哨 一定要隐蔽起来 隐秘监视慈心寺的动静 师傅 你有何事啊 谢谢师傅 救命之恩 山林蒙难 是师傅您保全了我一条性命 佛门虽好 不是我久留之地 弟子就此别过 阿弥陀佛 敢问 你可是奉天成吴老爷 吴炳林的大公子 吴文好吧 这是本寺小沙米下山化園捡道的 大公子 你重罪在身 现在山外各路口 关爱处处设防 你能逃到哪里去啊 请师父指点 大少爷 你我山林相见 也是死生有缘哪 三十年前 日本人和俄国人 在关东打仗 我本是清军的一个参将 却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说我为俄国人出卖情报 险些被打死 我被囚无奈 只好杀了看我的日本兵 逃到了山上出了家 剃毒修行 请问 你可认识张苍白 师父 这话怎么讲 你可记得 送你玉佩的人吗 你可认识姚子婷 我知道了 您就是关东三杰的法通大师 恕弟子眼拙 文后 来来来 快惊喜 快惊喜 师父 关东三兄弟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勾获 当初姚子婷 常上司来 与我清泉煮茶 拼命下棋 贪固论今 有一天他跟我说 他结交一名氏 此人胸怀报国之心 从东营回来 正为关东生存 谋以护国利器 此人就是你吧 两位前辈 两位前辈信任文昊 弟子不敢不聪明 怕只怕力不从心 辜负了两位前辈 苍白自庭 把护国的重任交给你 你必为国之东粮 请受老衲一拜 师父 使不得 大公子 你要下山必有重任 老夫也不留你 只是 你若下山必要假扮僧人 才能掩人而磨啊 我听师父指点 你来寺前 有一些东西我代为保管 阿弥陀佛 枪在 知北真不见了 此事 只有物贞一个人知道 施主 我一问便知 物贞 你可知罪 弟子只是看着喜欢 所以趁人不见 便把他拿了出来 师父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把直北真 还给这位施主 是 国有国法 私有私规 师父 物贞还是个孩子 他只是好奇 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如此辱莫 佛门之事 岂可 轻言放过呀 物贞 你烦心未禀 心存邪恶 坏我名声 本该 罚你三十僧棍 将你逐出山门 念及 这位施主 为你求情 你就在明天佛小 陈中未响之时 离开本寺 自讨生路吧 阿弥陀佛 谢师父 说 我 这位置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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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读化学 又被拉来当兵 当兵啊 到中国 在东华 服役 我要去看他 他说太远了 叫我在奉天待着 他来看我 他说来看我 都一年多了也没来 我去找过他 他的长官说 他被调走了 不知去向 有人说他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失踪了 他那么机灵 怎么会失踪 他小的时候 每天睡觉 都要叫我给他唱歌 一直唱到他睡着 第二天醒来他跟我说 他梦见妈妈歌里 唱的那座山啊 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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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去 睡去 你们两个留下 你们跟我走 咱们去慈心寺的东面 是 看 出来了 阿弥陀佛 谢师父 下山吧 阿弥陀佛 过来 都去那边看看 是 师父 您留步 不用再送我了 你的腿伤还没有好 下山以后要好好调养 知道吗 谢谢师父 等等 不好 日本人上山了 走 跟我回去腿躲 快 跟我来啊 快 快 这是一个岸道 通向后边的山洞 你赶紧进去 走啊 要走一起走 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是出家人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赶紧走 快快快 赶紧走赶紧走 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这个人 你们见过吗 他就在你们这里养伤 你们把人交出来 我马上带人下山 如若不然 我就点火把你们长老活收死 师父 我对不起你啊 师父 你们都看到了吧 和黄军对抗 就是这个下场 你们说不说 说不说 好 好 给我收 收死他 乱走 儿 il 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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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集 你长大了 是个男子汉了 妈现在说的 你做得到吗 妈 你说吧 文明 大哥 来 我给你煮了碗面 你先吃着 我刚去打了两支煽气 让弟兄们给你炖上来 一会儿端上来 给你补补 快吃 吃点吃吧 对了 文明 你能找出建平吗 能 那一会儿吃完以后 你带我下山 我去找许建平 没问题 吃吧 真冷啊 靠靠靠靠还是很不错的吧 好 哥 在这儿等我 哥 走 大哥 快走 大哥 文明 月红的事他跟你说了吗 这次是我大意了 不该让他一个人下山 把这些事情忙完后 你就带着月红赶紧走 是得找个地方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哥 你呢 还有嫂子呢 不知道 你确信吴文昊是要回城 罗家沟的少侠 罗家沟了一条进凤天的公路 如果他不想回城 就不会出现在那个少侠 可是 昨天夜里 那个少侠被人打掉了 还死了不少士兵 来者不善 李传 东吉那边有回信了 是那两支使馆 占月红送给我们的那两支使馆 经过东京检测以后 是两支驱毒制剂 齐济明说 吴文昊留下的制剂 有很强的驱毒功效 是啊 东京和齐济明的说法吻合了 难道那两支驱毒制剂 就是安德尔的解毒剂 很有这个可能 东京正在朝这个方向检测 吴文昊回奉天 肯定与此有关 李传 立即安排宪兵队特工 和警察署的人员 在城内盘查搜捕 加强在吴家门前 和南满一大的监护 从现在起 监听吴家的电话 一定要找到吴文昊 什么 文昊回奉天了 你看到了 没有 但是我确信 他回来了 那 哥 你要我做什么 如果他去见你 或是你看见他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忽兰太太 史吉 你看起来 好多了 吴太太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说吧 吴太太 他们正在找你 你知道吗 知道 想问护来的事吗 宪兵对指控他 吴太太 我不是来问护来军的事情吗 我是为了我的儿子史吉 他怎么样了 史吉的药 只够是三四天了 我 吴先生把药方留给了我 我今天把药配出来 明天上午十点 北市邮局门前 我会把药给你 好的 谢谢 谢谢吴太太 好 您稍后 好 行李啊 来 哪位啊 啊端云啊 我是你二哥 二哥 你在哪儿 我进城了 我正在跟 啊那个 喝茶呢 正在 有情况 道云啊 那月红在家吗 让他接下电话 他不在 上街去了 干嘛去了 他现在是药厂的调查员 得到药厂去找他 那行 那好吧 报告 吴文明在南市场打电话 走 队长 检测到吴文明在南市场打电话 吴文昊肯定和他们在一起 找到他们 喂 老钱啊 是我 你能出来一趟吗 大少爷 大少爷 你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北市场 半个小时以后 咱们在北市场的查说见面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 夫人 二哥来电话了 你有没有问他见过大少爷没有 没有 电话里不方便问 不过 他好像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文昊哥 大少爷 大少爷 文昊哥回凤田 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建平 夫人 我现在去找建平 让他想办法和文昊哥他们取得联系 好 他去找你了 他要我再给他儿子配药 你答应他了 是的 哥 如果他去取药 你们会抓他吗 会 不光是他 还有他的儿子 然后呢 杀了他 那我起不成了贵子手 我 你说过 你要为你的祖国而战 你说过 你要和你的敌人 你死我活 是 春子背叛了我们 他是我们的敌人 怎么 难道你要让他们继续与我们为敌吗 不 不 阿哥 我和春子约好了 明天上午十点 在北市邮局门前见面 我是为我的中草药骗剂回来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想着那个中草药的骗剂 我的中草药骗剂的配置呢 在你那儿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差提纯这一步 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明白了 我听说了大少爷 日本人研制出来一种新的毒气弹 非常厉害 他们已经对成东的义勇军用过两次了 成千上万的义勇军 无疑身患 你那个中药 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 好 大少爷 你瞧得起我前一生 这个事我干了 老前 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要满门招展的 哎呦 你真把我当怕死鬼了 我是中国人 你说吧 什么时候动手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不瞧你说大少爷 日本人刚刚交给我 生产一吨阿斯匹林的活 而且还派了一个南满医大的人盯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过来看看呀 南满医大 对 沈阳 山本太郎 这个人现在权力大了 各地医院诊所所用的药物 都是他来调配 没有他的皮条 什么药也出不去凤田城 那民用药呢 民用药 要商务局药检出检验 也需要出城许可证 药检出人多嘴杂 这个事恐怕是瞒不过他的 这条路危险 大少爷 如果你的药想出城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走军用药物 拿到山本的皮条 山本这小子贪财 我都拿几根条子 去试试 关东军的这批药 你多长时间能给他们做出来 原定是十天交货 如果往前赶的话 就算二十四个小时连轴转 那也得五六天时间 我要你把这批药 从外包装到外形到颜色 跟关东军的药做得一模一样 你能做到吗 大少爷 真有你的 这招行 那你就听我的话 好 好 先生请 你好 给我订一个房间 我要二零五 我给您登记一下 来 先生太太这边请 您好 我订的是二零五房间 二零五啊 这个房间已经订好了 一位先生和太太 在房间里等您呢 请吧 谢谢 来 先生请 我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好 请吧 黄老板 对 师傅 我现在在凤天呢 我们能见一面吗 就是凤天饭店边上那个日本料理是吧 可以 好 晚上见 好 先生请 送先生上去 好 来 这边 打个电话 好 好 哥 我是何子 我现在在南市旅社 何子 你怎么会在那里呢 你想想看啊 你是和文浩在一起吗 哥 你不是想要见他吗 好 你等着 我这就过来 南市旅社 快 出发 南市旅社 你是怎么发现五五号在南市旅社的 以前 文浩和朋友见面约过这里 我就想来这看看 没想到就撞见了 老板 人呢 在楼上 盒子 你在这儿等着 我们走 哈哈 我要来 他怎么还没来啊 你收谁 吴文浩 别犯事了 他不会来的 他说了要到这里吃晚饭 那是他给你下的套 你一进男士旅舍 他就发现你了 人家早就撤了 还等在这儿 等你抓他呀 明知他不会来 你还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吃生鱼片哪 这里得感谢他 为咱们挑了这么个好地方 哥 我一定要抓到他 一定 师姬 站在这里 等妈娶儿回来 过来接你 谢谢 咱们 蒋洋春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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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把它处理掉 是 她儿子呢 怎么没有看到她的儿子 孩子 孩子 你别怕 我叫妈妈 我叫妈妈 孩子 你认识我妈 你认识我妈 死杰少爷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妈妈刚才被日本人给打死了 你跟我走吧 走 我叫妈妈 胖黑姐 进来 你看到文浩哥了吗 见到了 明天在东关大教堂 他们有个重要会议要开 我知道了 张小姐 你交给我们的使馆很有价值 你之前答应我的条件 说话算数吗 当然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妈 嗯 现在还不行 你还要继续帮我们了解 吴文浩在做什么 那你就放了我妈 不要跟我讲条件 前天 离开季夫先生那里回到吴家 我在胡同口碰到了吴文明 他把我带回来原来的家 在那儿我见到了 你见到了吴文浩 是 说 你在哪儿见到吴文浩 在南市旅馆 吴文浩带我去那儿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到了 就让我们赶紧撤走 说是他的夫人三不盒子就在楼下 已经发现他了 随后 你们就离开了 是的 是 吴文浩还说了什么 他还让我帮他介绍药厂 说是要做什么S S什么 S 记不起来了 是不是叫S2 S2 记不清了 你 不愧是唱戏的出身 你可真会演戏 姐夫 在 把他拖出去 给我毙了 你放开我 三不一郎 你就是个混蛋王八蛋 用完我了你想杀了我 我怎么死也不会死在你们的手中 放开我 展小姐 你别激动 你们不讲信语 两只使官我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还是不放过我嘛 好了好了 展小姐别哭了 你把最后这件事情给我办完了 我就放了你嘛 队长 重要情报 展小姐 事情重大 不能不对你有所怀疑 你别见怪 姬夫 送展小姐 是 队长 说吧 我们在义勇军的眼线说 今天中午十二点 在东关大教堂 俯顺前线的几个义勇军的头目 要密间无文行 还会同共产党 在奉天的主要人员 一起商讨 防毒事宜 集合队伍 秘密埋伏在东关大教堂周围 把共产党在奉天的抗日力量 彻底歼灭 是 夫人 王强 怎么了 端云慌慌张张的 庞小姐接了个电话 大少爷和许建平他们 十一点在东关大教堂见面 三不一览不知道怎么得知了 他们的人正往哪赶呢 你赶紧过去帮帮端云吧 不行夫人 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啊 我有什么可保护的 你快去吧 不行夫人 你快去吧 这是 ощущ醒你 어머 你快下去吧 你快去吧 一定有一分四分装 你快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